外线全球摆脱新冠疫情阴霾 进入下半年 大陆资本市场出现久违的火热景象 今天的A股可谓是牛气冲天 三大股指高开高走 单边上线 上证指数高开高走 报收3332.88点 涨幅5.71% 更是创出了2015年8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互生两市再度是延续了上涨的行情 全天成交金额达到1.74万亿人民币 再创五年新高 A股的融资总余额突破1.2万亿元 较前一交易增加了368.3亿元 创出了A股史上单日增量的新高 周三互生两市高位震荡 午后单边走强 收盘完成了七连涨 上涨指数占上3400点 两市成交额连续三天突破1.5万亿 7月以来大陆股市天天有惊奇 也每天在改写新记录 官方新华社还罕见发文造势 这波行情除了展现科创盘 注册制等市场化改革成果 还有大陆当前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一些分析认为 北京以资本市场的活络 向外展现疫情防控成果 也意在从股市飙升带来的财富效应 拉抬至疫情以来低迷的消费支出 但不同于过去由大陆散户主导 这一波行情是外资引爆 因稍早放宽资本流动的QV制度 加上国际指数提高A股权重 吸引各路资金纷纷进场 而全球央行QE大放水 入股在资金推动下放量走升 根据野村证券对资金的监控 西方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 加上零利率 让这波QE下的热钱大举 进入有利差的亚洲 不只在大陆 还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市场 都形成股汇双涨的态势 而香港市场并没有因国安法实施 造成资本的流出 本周以来反而热钱涌入 港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 多次触发7.75港元的强方兑换保证 让香港金管局连续四天入市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人民币的外汇市场 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复期关口 刷新了近四个月的高位 受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双双升破7的带动下 周五人行也顺势将人民币中间价 升破7指头 报应美元对6.9943人民币 创17周以来新高 野村证券的报告说 人民币汇率的推升 正表明全球资金加速向入股转移 注点香港的贝莱德安硕亚太投资策略主管汤马斯说 他们等待这时机已近两年 事实上停泊在港的外资 近来透过护港通与深港通 持续在大陆资本市场扫货 近一个月来 北上资金净买入超过629亿人民币 不同于其他市场大陆的散户向来都是主力 在这波行情中当然也没缺席 但成也大妈败也大妈 大陆2015年股灾因见不远 随着市场加温 一度销声匿迹的违规场外配置 又卷土重来 近来大陆网上出现大量非法融资平台 以你炒股我出钱 资金放大10多倍等标语当噱头 又到投资人参与场外配置活动 大陆规定 证券融资是券商专营业务 但在股市火爆时 地下金融就活跃了起来 而高杠杆厂外配置是股市异常波动的主因 2015年夏天的崩盘后 更形成资金链断裂的金融危机 昨天晚间 证监会集中曝光了258家 非法从事场外配置活动的平台名单 这次大陆证监会果断出手 保护A股这久违的融景 也由于本轮涨势过快 官方降低原本有意肇事的论调 中国证券报发表关于健康纽的设论 指2015年股市的异常波动 惨痛教训 莉莉在目 呼吁投资者管理风险 尊重市场 立行投资 华尔街日报就此分析 入股走势向来是政策指引 这被视为官方对股市的重新定调 而这多少都打击了原本火热的市场情绪 A股三大指数周五回调 上证重指也结束了八连涨 但主导这波行情的外资 能持续看多 Valuation As we know Chinese equities are always trading with a certain discount to develop markets Now is even wider than before because obviously this year earnings have dropped massively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Chinese companies are here a little bit more resistant we would say because we are already expecting China to come out of the crisis in the second quarter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pretty soon 大陆下周将公布第二季的经济数据 一些外资机构预测增长在3%左右 虽然不比往年 但比起第一季衰退6.8% 第二季的数据将更确定V型反转的形态 而所有人都在赌 大陆经济在未来两个季度继续加速 并跟上股市飙升的步伐 如果成真 那皆大欢喜 否则市场迟早会出现回调 市场迟早会出现回调 市场迟早会出现回调